Hello,大家好,我是柳正Eugenie,尔湾房地产经济师 今天我们非常excited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The Marketplace,也是我第一次在这视频里面给大家显示这个地方 当然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房子叫84 Soranson 也就是在这个社区里,也就是尔湾的西部 他通过他的朋友呢,推荐了我们 于是呢,我们进入了一个合同状态之后呢 客人完全是放心的交给我们 那当然了,这个房子是一个老房子 租客租帮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接手钥匙拿,然后呢,哪里要清洁啊 还有维修等等 然后还做装饰,软装全部放进来 这个房子呢,我们是收到了超过20多个offer 那其中的话,我们接到第一个offer之后呢 当天的话,在5个小时后 那个买家撤出来,我们进入了第二个买家 而且呢,第二个买家价格还比第一次高 那卖家很好奇,我们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在短期内 一个非常intent的这个situation,还能够收到第二个offer 而且价格还更高 这中间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那天晚上我记得就是基本上马不停蹄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而且呢,中间我们还有5个backup offer 如果还没看过的,一定要看哦 我是柳正团队的小妹Alison 那我是大姐Eugenie 好,今天因为我们赶时间是给大家拍两套房子 那两套房子都是马上卖掉了 这一套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特殊 因为它是一个小毒洞 而且是两房的小毒洞,在奥湾是非常少有的 它这感觉呢,你想想一下是非常舒服的,对吧Alison 整个环境很美 我喜欢是,它不是连排 因为是这样子,连排你会吵到别人 然后做事情小心翼翼 因为回家就图个安逸,对不对 我们进里面看一下好 这个房子它的优点就是两个套间 而且还有自己的院子 虽然说不是特别大,但是应有尽有 但是它车库在旁边 所以说它是带着车库,从后面就直接就进来了 是,然后这边有个玄光 所以基本上这个房子从风水里讲是不错的 它是一个拔角户,又没有入冲 两边,这边是客厅 这边是餐饮区,还有那个厨房 还有小餐区 我们的那些鞋套什么都放在这里 新的 我当时收到了20几个offer 所以这个offer呢很多 有一天我真的收到了差不多 95个电话 也是买家,经纪人,还有所有人都想看这个 我们想想了解这个房子的状况 所以那天基本上我差不多就是被电话给压下来了 但是经常是遇到这种事情 不只是找它,很多人也找我 因为我是coalisting agent 这个话好好看 所以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问 说我如何才能抢到房子啊 我是给我妈妈买 我还是自己买 反正就很多人就是有这个需求 现在房子真的很火 因为有院子的,有院子的 它真的是比较少有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是detached condo 所以各种方面来说 这个是真的不错的一个主动 对,而且它的地税很低 对吧 这个地方它的对的话一点几? 一点二,一点二左右 对,这就是车库这一方 然后呢它连着 以及我们是可以上得到这个房间 这个看客厅 其实我觉得一家三口 或一家有一两个小孩其实是够用的 这个房子我觉得很多就是工作的professional 因为这边的话它是在The Marketplace 也就是我们耳湾的西边 西耳湾的话这边的话 它是非常方便是你靠近的I5 I5号公路直接到洛杉矶对吧 特别方便 然后呢上学的也有人 所以这个房子的话 我有一个投资技术 特别是一个年轻家庭 入门级的这种投资房加上资助 对将来投资是非常非常棒的 非常OK的 对,而且它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到 它整一个方位从这边是没有房子 给大家看 对,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好 温馨 这边可以放电视后面 是 对吧 上二楼看一下 好,左手边是左卧 房子还很亮的 大部分的这边是东边 东边跟北边 它的一个房子感觉就是非常绿 你看这个绿石 因为它是一个老社区 所以看到它的绿石还挺不错的 嗯 居住在这边的人都是安静 非常的安静 你要享受安静的社区 那这一块就非常好 因为它比较成熟了 这个房子盖的比较好 比较成熟 嗯 有两个 左右两边 对吧 大家最感兴趣 这个房子怎么挑选一个好的买家 但你说到很多offer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 对吧 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想买的 然后会有人说 我要这个房子 我多少钱都要买 你给了它它不一定要 所以我们这个房子 就拿到了很多个backoffer 五个 然后呢 第一次进来了 然后呢 第二次 第二次esco 对 我们当时发现 因为是两套房子 刚刚就是3136跟这套房子一起 同一天上货户 然后同一天退出 又进来 而且是晚上10点多 我们那个有时候 大概就说啊 当经纪人就说开门 就哪个钱 其实真不是 很多背后的这些动作 跟如何跟买家 做生意的 做生意都会是这样 对 negotiation沟通的技巧 以及怎么去comfort 就跟我们说了 他之前找的经纪人 跟我们是如何不同 我们是problem softener 然后呢 souffer souffer no problem solver souffer 已经souffer souffer souffer 没有我跟你讲 其实真正的就是 大家想知道 就是卖房子 其实没有真的那么简单 买房子跟卖房子 这经纪人挑选也很重要 那因为我们做了很多 所以我们对这个技巧也很熟 包括这个房子本身 因为它是一个老房子 这老房子的时候 你考虑什么 它有可能会一些维修 当时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维修 对吧 在没有放市场之前 做了一些维修 做了一些维修 因为我们跟客人说 哪些重要哪些不太重要 哪些我们必须要做的 以免就是新的买家 会对这种介意 和影响到房子价值过来 是的 因为我记得 然后屋主其实是做了一些蛮多的维修 然后已经才放上市场 所以这些东西 但是呢 老房子不会完美 所以大家不要指望说 哦 为什么这个油漆是有点偏黄 这个东西 其实是自己干着个人的喜好去做的 但是因为它油漆 就是之前的租客 住了五年 这油漆都没有变 所以你看它有维护了多好 是的 好的租客也很重要 那这种房子 它适合自住跟投资都不错 嗯 这种房子的话可以长期持有 当然如果是要置换 就像我客人家做1031 你把这房子卖了 然后呢再买一套 这样的话 啊 可以这样子 可以在那个折旧方面是非常有好处 也就是在美国有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免税的 就是延迟教学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应该是 take advantage of that 对 就是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们这道房子还是比较顺利 稍微现在还是比较顺利 然后也基于我们的不懈努力 所以你们要是想要买房子卖房子 请记得找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提供的不只是这些服务 那如果您在尔湾或者是南加州 有关于房地产 请给我们联系 或者是关注我们自己的频道 您购买的不仅是一栋房产 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请记住我们预讯有温度的地产经济 我是柳珍 我们下期再见 Alison在这里